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说话 会说话 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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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蓝精灵对吗 最近你知道电影也很火爆吗 有蓝精灵的新版 还有变形金刚的三 还有这个哈利波特的最终集 蓝精灵台湾也放 我们叫小精灵我们叫蓝色小精灵了 所以我们那个歌你们不知道 片头剧好像不一样的 我只记得里面他们会唱的那个 一群小精灵唱那个啦啦啦啦啦啦 那个我听得懂 但是你那个片头曲那个中文版本的 好像跟台湾不一样 这个电影在香港一直不太流行了 对这个是很多卡通电影里面最冷门最不流行的 可是蓝精灵三个字还蛮流行的 是一种毒品 蓝精灵啊 所以我不给我女儿去看这个片 对对对 加分博士这方面都很有体会的 这个说 但是确实在大陆很火呀 很火 而且呢 印象深刻 我们有几个特别印象深刻的 可能都像你说的 就是在外边吧 不见得是特别有名的 这某种程度上跟我们当年的压抑 本身引进的就少啊 所以你比如邓丽君 那就给我们印象太深了 因为除了他没别人 你知道吗 然后呢 我记得我们火的是有个叫阿托梦 姐弟阿托梦 是我们记忆中的 再有一个呢 就是日本电视连续剧 叫雪怡 你知道吗 山口百会 哦 那个是是 得了白血病的一个女孩 呃 再有一个是当年的日本的有几个连续剧 叫做这个排球女将 啊 对 这个香港也红 这个香港也红 小鹿纯子 还有一个呢 就是资三四郎 嗯 柔道 是 野红 山港也红 泛岛爱在大陆很 泛岛爱是后来红的 哈哈哈 后来红 啊 就是说这个歌 你看啊 原来啊 不是他们外国的那个动画片的歌 对 是当年广东电视台播这个蓝精灵的时候啊 为他写的一首歌吗 哎 中国人为他创作的一首歌 这个作家呀 还感叹 这个作家叫什么瞿丛呢 我不认识这字啊 叫瞿 词作家瞿丛 作曲 作曲家是郑秋风 作曲的蓝精灵之歌 这个瞿 瞿作家感叹啊 说我这辈子写了五百万字的著作 可是就二十多行歌词被记住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呢 他这歌词现在都被篡改了 是 因为现在呢 这个到恶搞的时代 他一演这个电影 你看这网上啊 都开始编各种各样的版本 有这个小白领的啊 在那山地那边 海地那边 有一群小白领 他们苦逼又聪明 他们假扮到天明 然后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 郭美美版的 郭美美版啦 他们穿进带阴 生活在那干爹的大房里 他们每身就爱上网晒宝贝 这是网名积极改 然后放在想 改的 刚刚用的是蓝精灵的曲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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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特别 你听说了吗 最近郭美美的事有新发展 什么发展 什么发展 就是传闻啊 传说啊 干爹 是不是干爹 亲爹 亲爹 太暴障 以后整个人往后来一格 都是你们微微微微博看来的 这玩意我不负责任啊 我就是说 可以当谣言啊 但是传的很广 就说啊 他说是干爹 大家都说是男朋友 实际上确实不是男朋友 但也不是干爹 而是呢 跟他妈妈真的生了这么一个女儿 你明白吗 对外 管亲爹啊 叫干爹 就像加辉姐姐 但他我觉得那事件啊 他越不把事情真上讲清楚的话 种种的联想就越多 这样说下去 原来干爹也不是亲爹 干爹是他妈的亲爹 越扯越美了 原来我才是他亲爹 这油盐就是这样 可能就是故意要让大家猜吧 宁愿猜他也不想告诉你真相 可能真相对他们来说杀伤力更大 所以就让大家猜了 而且好了 我们回归蓝精灵 你知道他们现在在讨论的事情 因为你讲到这种男女关系 他们说那蓝精灵里面 你没有发觉他只有一个女生 就是蓝妹妹 那蓝妹妹 我就记得有个没头脑和不高兴 就是整个村庄里面就有个女生是蓝妹妹 而且蓝妹妹还是当初这个敌人 就是你们叫做格格乌 他把它制造出来是要来诱惑这个蓝精灵村 然后呢 本来想把他诱惑 没想到这个蓝妹妹被解救之后 就成为大家的一家人了 那请问一下蓝精灵怎么传宗接代 这个精灵村为什么可以一直到现在还可以跑到纽约去 这是最近网友也在讨论的话题 我觉得大家太邪恶了 他们不一定是两性升职啊 可能是单性升职 自己升职啊 大家认真 我只是想到郭妹妹想到这一刻 那个事情啊 在其实不仅对于看到卡通 想到蓝女的事情啊 不仅在亚洲嘛 在美国其实第四年什么米老鼠啊 什么所有的卡通人物啊 都有色情版 都有成人版 还有成人漫画 成人卡通这样啊 全部会这样联想 至于说你说只有一个女生啊 这种我们看每一个 几乎所有的卡通片里面都有这个特点 我们看香港叫叮当啊 最近翻译做什么 多拉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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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也是嘛 基本上除了 妈妈不算啊 只有一个女生嘛 大家都要保护她 抢夺她 其实所有的卡通 都是蛮从男人的角度 传统非常传统的 都是要去保护 抢夺那个女生啊 那个女生耍一下小聪明 小跳皮 就可以要到她要的东西啊 其实里面蛮多可以从性别的角度来看 女性教育 女性教育 是 对 那这样的话 Harry Potter 里面的女生就聪明很多 因为她是最聪明的 变形金刚我们本来要谈的 那她就真的雾化女生 从头到尾只看到一个臀部跟胸部跟罪眼圈 是吗 对 去看那个大型的3D版本的时候 你就会只记得这个非常美好的身体 他们手机上还有一个短信说 变形金刚3的那个影评嘛 就是大美妞 大美妞 打 打 打 大美妞 打 就是这个一个东西 变形金刚这个片还真红了 我是开那个车会躺棚的嘛 我有时候开出去 然后停在红绿灯前面 我故意按一个键 或者说停在路边 一按一个键 那个车的顶就打开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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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好几次就有年轻人 或者说小孩经过 就大声就叫 变形金刚来了 变形金刚 就把我的车联想到变形金刚 男人的虚荣感就出现了 就是车买了就很有价值 就那个牛 我没事 连下雨我都开 神经病啊 你看了吗 变形金刚3 没有了 你还没看呢 还没看呢 一直想去看呢 因为我有一种怪批 有一种变态的心理 越想去看 越想去做的事情 越要把它忍住 我记得你以前讲过 这是方中数的秘诀 又忍住 不能那么快满足 总有遗憾嘛 这是他教我的 他曾经告诉我一个道理 佳辉啊 高潮之后 是整个人最忧郁的时候 没错 我就不想面对这种忧郁 永远要在上坡的这个路上 但是佳辉告诉你 我那个下坡了 我去看了 他也看了 对吧 变形金刚3 你没块看的 没块看 我跟你讲 这个变形金刚3 我为什么爱看 我就发现 我平常跟我周围的一些朋友讲 尤其是有些女生 她觉得说 你怎么那么俗气 你看那变形金刚 她们好像觉得像好莱坞大片 这种变形金刚2 3 我甚至是看蜘蛛侠什么的 我都爱看 所有的好莱坞大片 阿凡达 但是我身边总有一些朋友 就觉得我这个 俗气 很俗气 很商业 对对对 没错 你读那么多书的人 为什么会去看这种 打打杀杀小孩子的电影 那为什么 为什么 咱们广告之后 接着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